现在讲一下Inspact调试 Inspact调试 这种调试方式是NordiJS调试方式的其中一种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最为合适 也是最为有效 最为简单便捷的一种方式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现在就来试一下 不用安装任何东西 这是NordiJS本身支持的 当然你的版本要是8.0以上 或者说你最好就是安装一个最新版就完了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DV下面 因为调试一般都是在DV下面 对不对 你在生产环境下 Production这个你不可能去做调试 对吧 然后在DV这个命令里面 在能够摸一下 后面加一个-inspact等于 这地方设个端口号 就是我们Inspact调试是借助NordiJS本身 和Chrome浏览器在做调试 因为我们知道Chrome浏览器调试 前段代码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用Chrome浏览器的方式 去调试NordiJS 那这个地方就需要设置一个端口 就是让这两个进程之间去通信起来 是吧 那这儿的端口默认的是9229 这个地方不写的话 它就是9229 那我们就这么写上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你比如说有两个动作间的程序 同时运行了 都要借助于Bugt这个方式去调试 那你肯定是有一个要改端口的 比如说这个改成9228之类的 对吧 肯定是有一个要改端口号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写成端口号9229 然后保存 这样就行了 OK 然后我们到我的命令行中 我们去运行NPM人第一位 首先能运行起来肯定是要不会报错 对吧 好 它这已经有一个提示了 就是 BugtListing 按这个 WS就是WebSocket的意思 然后在这个端口下 9229 对吧 那我们怎么打开呢 有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在Chrome里面去运行这个Chrome冒号 然后有一个inspect斜线 Chrome冒号斜线inspect 这个 OK 我们先开一个吧 这个可以后退一下 好 大家看 打开这个之后呢 在我的鼠标这个位置 就已经有了一个target 然后后面是一个no.js的版本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bin3w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自己看你自己的那个阻载器的界面 就能看得很清楚 然后鼠标这个位置 有一个链接 就是inspect 我们点开一下 OK 这里面呢 就有了用Chrome工具 去做调试的一种方式 这里面也有个sauce 也有consult 我们看一下consult吧 先看一下consult 这个时候我们去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Jason 访问一下Jason 我们看一下consult里面有没有 是不是已经有了 好 那我们再访问一下game路 consult里面是不是也已经有了 对吧 再多访问两次 我们这个没有的流测器给关掉 多访问两次之后 我们看一下consult里面 是不是又多了很多 这个consult 是和我们控制台里面的 这个都是对应起来的 大家看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是对应起来的 那光有consult这个不行 对吧 光有consult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 怎么去调试它 我们得加断点 对吧 好 那我们就要加断点 那我们可以把程序先关掉 我们启动的时候加个断点 我们在app.js就启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个断点 比如说这个随便找个地方 session这里 我们加个debug 加个断点 然后在访问这个跟路由的时候 我们加个断点 在路由里面 我们加个debug 然后加个打印吧 OK 这样这样的话 按理说我们一启动 就会有断点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还是这个地方 点开 再重新启动 一启动 一启动断点没有打 没关系 没有打 我们可以试一下 访问的时候的断点 这个也没有打过来 感觉这个consult.log 我们再刷两次 consult.log都没有打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重新去访问一下 OK 再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去访问这个 OK 大家看已经有了 对吧 已经有了 好 我们访问跟路由 这个地方 这个debug已经打过来了 打过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打印了这个beforedebug 接下来会打印这个afterdebug 这个时候 这个afterdebug 还没有开始打印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 Chrome的这种方式 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 就下一步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这种方式 包括这个执行 这种方式 一步一步的把程序看出来 其中的一些变量 我们通常也能看出来 总之 这种调整方式 是跟Chrome去调试 前段代码是一样的 你看界面也是一样的 按钮也是一样的 对吧 后面这个什么 作用月 电容站 等等这些 watch等这些信息 和调试前段代码 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应该能很轻松的 去调试 弄到GIS的程序 当然有一些 不一定完全通过调试 有一些不简单的bug 我们通过打印一些数据 就大体能看出来 就能改掉 但是如果是说 我们有一些逻辑 比较复杂的话 我们就需要打debug 打断点 然后去调试 好 保存一下 关掉这个路由 至于这个地方 它没有打印呢 看一下 我猜测是因为 由于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 一启动执行的时候 其实这个 我们在一启动执行的时候 debug这个东西 已经执行过去了 因为我们一启动执行的时候 这个APP的GIS 立马就会执行 它到这儿之后 它就立马执行 所以说 我们还没来得及 打开Chrome的那个 检测工具 这个debug就已经执行过去了 我们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互料聊 不要在这儿打断点 可以在路由里面打断点 就像这个地方 打到路由之后 你去访问这个路由 那个断点立马 就会被断掉 然后就去访问 所以说 一启动的程序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用console.log的 这种打印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一般情况下 none.js的出错 不会出在这个地方 因为APP的GIS 这种入口代码 都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统一的代码 它不会因为 续续的修改 而改的很多 然后真正的 大个启动的地方 是在路由往后 就是你访问了某个东西 最后发生了什么错误 这样的话 打断点就非常方便了 对不对 OK 这就是一个 inspect方式的EVAC 非常简单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我改的哪个代码 我们改的就是 加了这么几个字母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不去提交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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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